加拿大和印度闹翻了 莫迪和特鲁多相互给对方翻白眼 甚至互屈外交官 这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两天印度和加拿大闹脾气了 互相伤害 是怎么回事呢 印家两个似乎扒杆子打不着的国家 怎么就突然的拧不在一起了呢 咱们先来看看三哥 因为印度国内现在情况确实是复杂乱 印度国内有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宗教 叫做西克教 那么这个教派有着很强的分离倾向 一直是印度政府严防死守的对象 而加拿大境内有大量的西克教徒 政治影响力也很大 大的连总理特鲁多都要刻意讨好他们 而加拿大境内的西克教团体 又很支持印度老家亲戚搞分离运动 这就让莫迪很不快乐了 所以在不久前的G20 20国集团峰会上面 莫迪就给特鲁多穿小鞋了 他和其他领导人都举行了正式的双边会晤 唯独没和小土豆特鲁多单烙 在非正式会晤上 莫迪还当面训斥了特鲁多 说他纵容国内极端分子去反对印度 特鲁多本来想想 我忍了就算了 早点回家 早点了事 但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他的专机被印度的地情给弄坏了 没办法 土豆在印度又多吃了几天咖喱 凭宫受了几天窝囊气 特鲁多好不容易回国之后 也是一顿操作 说五月份有一个西克教的宗教领袖 在加拿大被强杀了 极大概率是印度情报部门所为 然后就宣布驱逐一名印度外交官 好家伙 印度人民也不是好惹的呀 印度也对等驱逐了一名加拿大的外交官 你看这不就拧不在一起了吗 在我看来 土豆和咖喱虽然挺搭配的 但是咱是吃不习惯 当然这种口味也不是国际主流 印度和加拿大虽然经常在国际上露面 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实在是太有限 这么互相咬下去 也带来不了什么流量热点 我觉得他们还是省省吧 但是这其中受伤的还是美英两国 他俩身份比较特殊 都是加拿大的盟友 也都想拉拢印度反对中国和俄罗斯 而且都有求于印度 如果因为一个加拿大的小土豆 昂萨圈子就跟印度的关系闹翻了 反而不值当了 所以美英就开始劝架了 说加拿大情绪稳定 和印度搞好关系 不要互撕 但我想说 还不如让他们继续撕下去 反正也就那样 撕累了 就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